IG打野乐言 江湖人称LPL付费上班第一人 隔三差五就被罚个几万 对 主播被禁 被禁了两场 在前段时间 乐言入住抖音 开启了自己的直播整活生涯 没比赛的时候 正好可以打打PK吃吃米 但超级无敌光滑大脑 那也不是白叫的 乐言在跟主播连麦时 突然转身对身边巨大的草莓熊一顿疯狂输出 而就他自己所说 当时耳机里的音乐非常嗨 不得不抱起可爱的草莓熊摇了起来 随便主播看到这一幕 也是当场愣住 这个乐言老师今天有点忘了 我觉得他应该要多恋恋英雄 同时乐言的直播间直接被封 LPL官方更是发布公告 对乐言在直播中的言行不当进行处罚 也就是罚款五万 禁赛良场 而乐言在第二天的直播中 也向观众粉丝们进行了道歉 不过要么说 乐言是超级无敌光滑大脑呢 你不说他在道歉鞠躬 我以为哥们在冲我许愿的 给大家鞠躬吧 可话又说回来 虽然乐言没发工资又被罚款 但如此超级的直播 也让他掐了不少 难道乐言真是天才